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红西凤9》 《中国红》 《红西凤》冠名赞助播出 您可以有一句话说一下对竹风者的理解吗 对竹风者的理解我觉得很有三层意思吧 第一个它要对风的走向有洞察 也就是能够预见到发展的趋势 第二呢就是在逆风行走的时候 要有非常强的意志力和坚韧不拔的精神 才能够砥砺前行 我觉得第三层意思呢 可能就是勇于带领自己的团队 乘风破浪不断地创新 敢于胜利 敢于成功 嫦娥五号您最关注的点 嫦娥五号呢主要是要实现 无人探月 采样和返回的这样的一个项目 所以这一次的任务对于国人来说 有重大的价值 而对于欧阳院士本人来说呢 也是意义非凡的 因为在1978年的时候 美国人给了我们一克重的月球土壤 当时欧阳院士带队 仅仅用到了0.5克 就完成了14篇的研究报告 而这一次嫦娥五号将会带来 两公斤的月球的采样 这0.5克和这两公斤 在欧阳院士的心中 会占据什么样的分量呢 我特别想知道 五 四 三 二 一 点火 2020年11月24日凌晨43时分 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 嫦娥五号被长征五号成功送入预定轨道 作为我国探阅工程 绕 落 回的收官之战 嫦娥五号需要完成地月转移 月面着陆 自动采样 月面起飞 月轨交汇对接等多个难关 采集约2000颗月球样品返回地球 是我国目前复杂度最高 技术跨度最大的航天系统工程 可谓步步惊心 欧阳院士 嫦娥五号发射的时候 你看直播的那种心情是什么样 和当初目送嫦娥一号进入她的轨道 心情有什么不一样 嫦娥五号呢 总感到她的任务太重了 一种淡淡的一种担忧 但是心里还是比较有底的 所以就比较关心的是她回来 要拿一个咱们接地气老百姓的话呢 说我感觉就有点像送孩子要上学似的 对 第一次呢 应该是小学一年级 第一次离开家 要进入一个学校了 这种做家长的心情还是很忐忑的 非常替她担忧 因为也不知道她将来会怎么样 到嫦娥五号呢 我估计是算是上高中了吧 对 就是虽然还会替她的前景会牵挂 但是毕竟对她已经很有信心了 很有信心了 对 我觉得这一次嫦娥五号啊 落地月球采样再返回 可能对于您个人来说 也有着一种很深的感慨吧 对 因为1978年您对月球的研究 就是从美国人送我们那一克的月球土壤开始 您只用了0.5克 就带领团队出了14篇研究论文 对 而这一次有两公斤的月球岩石和土壤 被送回来了 对 哎呀 这个一克 这个两公斤在您的心目当中 这份量是什么样的 这次去呢 倒不是说你两公斤太多了 或者太少了 我们一定要竭尽全力 在我的这种技术背景下 我带回来 总类最多 重量最多 尽量地做得完美 而且提供更多的月球的样品 这是我们的期望 因为我们不能跟美国比它人上去了 它上了六次了 它才会382公斤来 我们也不能跟当时的苏联比 它也是发射机器人上去打转彩样 我们吸取了它的经验 它直接从月面起飞回来 那你待不了多重的 我现在是从月面起飞 我这个近月空间 还有一条飞船在那儿飞 等着你上来 一上来交汇对接 这最难的 没人啊 我要跟你都接好啊 全部的人工智能 我们现在有这技术了 这在太空当中啊 对 这个相当于两个针尖要碰在一起 对 都是针尖对针尖的 要非常精确的 你任何一点不合适就砸了 所以我们国家能采样回来了 当然我们事先有一套盘算 有一套计划 要用它做什么 我一看这石头 我们一做有哪些矿物 一做有哪些元素 另外再也知道它的年龄 我们每块石头都可以知道它 哪年 在多少年以前形成的 月亮呢 有一个很特殊的 它的石头都很古老 没有年轻的 我们长河五号就是要去找一点年轻的 年轻是多年轻呢 二十一年 二十一年算年轻的 因为它现在最年轻的三十一年 这是阿波罗取的样和苏联取的样 月球的历史从四十五亿年到三十一年 十一年的记录 我为什么丝毫跑到那边去啊 我要把前面那一段找到 在世界上谁都没找到的 结果我们中国做到了 但是我长河五号为什么非得降落到风暴阳的西北面 干嘛选那么个地方 哎呀不知道论证了多久啊 其实我们很艰难的做好准备工作 我们要透彻的了解 他们到了哪儿 采了些什么东西 我这次去 我一定要不同于他们的 我一定有新的发现 我们的宗旨是什么 别人做过的我们必须要做的 我比他做得好 你比如说我测个表面的地形图 人家做了多少 但是你中国也得做呀 这是必须做的呀 不管三九二十一 我比你做得好 比如说别人也测成分 我测了十四种元素 在月球表面的分布 这是长河一号 这个我要了一台 这个请他们技术家设计了一台 微波辐射计 干嘛呢 因为它有一种特殊的功劳 我专门测月球的土壤 因为在土壤里面有一种成分 是为了解决未来人类社会 持续发展的重要的能源的 它有决定性的原料 在土壤里头 我就做出来了 亥三是吧 亥三 这别人没做过的 做出来以后大家都很惊讶 月球上蕴含的亥三 够地球上用多少年呢 一万年以上 全人类 未来的能源 这是我长河一号的 当然了 二三四 我都有 就是那么一两样 那这次这两公斤的石头 有什么特点 对 这次这两公斤的石头呢 第一 我希望离阿波罗 苏联采样的 那个位置越远越好 因为不然的话 大概都差不离 同质化了 怕同质化 我们都超过了一千多公里 第二 那个地方 唯一的大家在怀疑 可能有年轻的火山爆发 年轻到什么程度呢 那个地方的火山岩 很多人分析啊 可能是二十一年 甚至可能有人说是十一年 不管三七二十一 大家这个问题 仿仿佛佛地说 可能这个地方年轻 我们自己也研究了 还是有些把握的 我最近看到这个国外的媒体 对我们嫦娥五号 有一些评价 有的媒体说 这是中国迄今为止 最雄心勃勃的探阅使命 也有的媒体说呢 这也是风险最大的 太空任务之一 您觉得这一次 嫦娥五号的整个的这个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 最大的难点是什么呢 我们一般都这么说 这是我们中国探阅工程里面最复杂的一次 是最难做的一次 比一二三四号要复杂 复杂在哪呢 哎呀它的过程啊 说起来是这样 有两次发射 你在地球上发射一次 到了月亮 采了样品 月亮得发射一次 回地球 这以前没有过 一次发射就马上 第二两次着陆 第一次发射到了月亮 要着陆一次 采完了样又要发射 到地球着陆一次 不是两次发射 两次着陆嘛 还有一个在静月空间 要无人状态下的交汇对接 这是中国也是首次 还有就是说 我们穿过地球大气的时候 我们曾经遇到过困难 因为你一直砸下来 接近第二宇宙速度 这算都算得出来 你带回来的样品上 全部要烧掉 所以我们采取了一个办法 学小孩打水漂 砸进来 我让它跳出去 你再落下来 你不就慢了吗 所以它回到地球的时候 它不是一头砸进大气层的 刺开始砸进来 然后再 但是你不能让它再砸下去了 还有这样控制了 这我第一次听说 那么然后怎么办 我控制它跳出大气层 就小孩打水漂 不是打块石头这样 进去再出来 再出来 它再落下去就慢了 速度慢 温度就低了 聪明啊 我觉得 真的是包含着 很多很多的智慧在里面 对 大概是有 至少八个 这个比较难的一些过程 我们都要经历 最后要确保它 而且你还必须降落在中国 对啊 还得降落在内蒙古的大草原上 美国的都降到海里 因为一下就把它温度降低了 我们那个还是有点热的 表面上都烧了 烫了 但是它没有烫到里头去 这些都做过实验 所以这一次心里略有一些牵挂 但是呢 心里感到还是有底气的 那长河一号就没这么个底气了 第一次总是会担心的事情 多一些 对 2020年12月17日凌晨 嫦娥五号返回器 携带着月球样本 在内蒙古四字王旗 预定区域成功着陆 根据着陆现场报告 返回器以安全返回预定过去 中国探月工程 绕 落 回 圆满完成 从流传千年的嫦娥奔月传说 到数十年不懈的追求 如今 中国已跌身太空探索精英国家行列 而在四十多年前 对于没有任何技术经验可借鉴的 中国航天人来说 一切只能从临开始 中国人有句话叫 天将大任于死人 必先苦其心智 劳其筋骨 在您回顾自己的这种生涯当中 您觉得就是心智上最苦 最受磨练的是哪段时间 有几个时间 为什么 你要找到一条出路 这是最难最难的呀 也可以说是你要创新 你必须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看到前进的道路上 那哪几条路不通了 但是你又没有发现新的路子可走 我做核试验的时候 因为任务很重 我那个石头一扎完了以后 水一泡放射精全部要带走 这绝对不能带走的 一带走了 我说真的 我为中国人民制造了一种灾难 这怎么能行 一定要改变 我就在做这个试验 这么做 加这种石头 做也不行 那种石头做也不行 最后有个小山头 是另外一种石头 当你能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可不知道 反而又更睡不着了 为什么呢 太兴奋了 我终于找到了 找到另外一种石头 跟它配起来多大的比例 你乍都混起来了 我当然能解决 还有 我做嫦娥的时候也有过很多次 因为尤其是在我搞别人没做过的 别人做过的可以借鉴 这个不是太困难的 问题是在于什么 你想到这个时候别人也没解决 没有过来人的经验 全靠你自己在茫茫的黑夜当中 寻找出那一只烛光 那个时候旁方 奇照你知道吗 而且觉得无路可走啊 垂头上去啊 没有做嫦娥吧 来说 这个第一件事情 你找什么东西 你能测出来的 月球上的骸山 别人没做过 没人告诉你啊 那我得了解 测骸山用什么仪器 也不行 中国又造不出来 你没办法 我又不能去国外买仪器 别人也不一定卖给你啊 也不一定卖给我啊 后来我想了一个办法 用微波测大的亮度温度 繁衍它土壤的厚度 我干嘛要去测海山啊 很多国家采样回来了 都做了土壤里面海山的含量 我取个平均词 不会出大错 对不对 我就没有去测海山 我这条路只想错了 我测土壤的分布 哪厚哪厚薄 全月亮的土壤 我都做出来 我全可以算出来 有多少 这不也是一条路吗 另辟蹊径 类似于这样 走投无路的时候啊 也要有信心 最困难的你要坚持啊 坚持 你不坚持也就丢了 一直以来在这个航天领域啊 由于这是高尖端的技术啊 其实各国之间还是有一些技术壁垒的 有一些核心的东西人家不能给你 绝对不会 甚至有一些间接的器材也不能给你 对 那么在我们自主研发方面 我们取得的突破有哪些是可圈可点的 火箭测空应该是比较好的 我们现在测空 我们有远望号船 在太平洋里面走 可以拖宽我们测那个对象的那个距离 另外我长俄还建了四条大天线 这些都是根据工作需要一步一步构建起来的 一个在上海 一个在乌鲁木齐 一个在昆明 一个在北京 四个脚 连起来 撤离嫦娥 为了长俄五号 在天津又建了一个全国最大口径的 七十米的 所以这样的话 这些我们是可以解决的 可以做到的 这几十年您也带出了很多的学生 您怎么看待我们的这种研究的精神 包括这种经验和技术的一代一代的传承 不 他们比我都高明了 因为他们接手的时候 他们的仪器的能力也提高了 我们国家的经费也充裕了 另外我们经验也培养不多了 我那个时候是 有时候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 因为中国人没人搞允训 我说没人搞我去搞 一搞另外一个新天地 其实您刚才已经提到了一个关键词 就是资金 我查到一个数据 美国的NASA2019年的预算 差不多是200亿美金 如果算上它的周边相关的产业 可能是四到五倍了 我也很想知道 您当时的经费 大概跟美国的同航相比 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我知道我们现在中国航天工程的 直接的这个预算 可能是相当于NASA的三十五分之一 甚至四十分之一 您为钱的事头疼过吗 我没有头疼过 坦白讲 比如说嫦娥一号 当时我们讨论一共要花多少钱 包括制造出来 发射上去 包括回来 当时也有各种提案 20亿人民币 有些说是10亿人民币 后来领导最后决策了一下 14亿人民币 嫦娥一号 美国做阿波罗 在一九六几年开始做 256亿美元 当时我们要向国务院汇报 我来说这个事情的时候 刚好北京市给我提供了一个材料 公布的 我突然看到了 北京市新建地铁线路 每一公里地铁的造价 几个亿 我们长额总经费 包括火箭 卫星 包括地面测控 全部加起来的费用 共14亿人民币 可以实现了 刚好等于北京市 修两公里地铁的钱 中国可以去此月亮 这很有说服力 虽然说你觉得14亿 只是修了两公里地铁的钱 但是在有一些人的心目当中 这也是花老钱了 所以有些人就说 值不值得呀 咱们非要到月球上去干嘛呀 说得太对了 当时中国搞月球 并不是大家都赞同的 你搞月球干什么 又不能吃不能穿不能用 把国家搞起来强盛起来 干嘛去搞那种无底洞的东西 从那个时候起 我意识到一个问题 大家不理解探测月球的重要意义 我有责任去说清楚 您给出的理由是什么呢 第一月球是当代战争的最高制高点 假如在上面建立军事基地 只要1.3秒 立即可以摧毁地球表面 地球空间的各种军事设施 在肯尼迪总统就说过一句名言 谁控制了太空 谁就控制了地球 现在美国人又说 谁控制了月球 谁就控制了环地球的太空 因此谁就控制了地球 他们是全球战略 这是安全战略的角度 这是第一条 第二月球有丰富的能源 我才知道 海山可以至少解决一万年 太阳能发电板能够修建起来的话 一辈子以后几辈子 几千辈子都不要能源地球 而且是清洁的能源 这是第二 第三月亮的环境 你看超高真空 宇宙辐射又很强 白天温度零上100多度 晚上零下100多度 日的温度变化 300多度啊 谁受得了 有些产品 就想找这么一个条件 要真空 你去照真空费老劲了 你在月亮上生产不就好吗 是吧 真空 另外温差要三四百度 另外呢 没有磁场 因为很多怕磁场干了 得了 不要在地球上生产 到月亮上生产 所以月球是一个很大的科研基地了 对 第四 月球有很多优势 第一 在月球上看天文 得天独厚啊 第二 从月球去火星 去太阳系的 其他的地方 月球是我们人类 进入深空的跳板 因为它没有大气层的束缚了 另外它质量小 火箭发射 不要耗那么大的能量了 是啊 你想这个火箭啊 必须奋力地挣脱地球的拥抱 要在月球上起飞 就不用费那么大劲 对 那当然 谢谢您 欧阳院士 您做得太好了 我们也要考虑 我们地球上的这点事 地球上毕竟国与国之间 除了有合作的关系 也有很多竞争的关系 甚至是相互的这种冲突 比如说我们看到 美国的这个NASA 在我们嫦娥五号成功发射之后 他也很快在社交平台上 发文表示祝贺 但是同时也表达了 希望中国能够分享 此次探阅数据的这种愿望 我们现在来说 嫦娥的12345的数据 我们向全世界公布了 第一年所得到的结果 只给中国的科学家使用 这是我花的钱 我当然要先用了 第二年向全世界公布 他们都拿到了 我们还是有礼有节的 为什么呢 这是我花钱得到的 当然我要先用了 但是你不能霸占 因为这是人类的财富 第二年我全部发给全世界 你谁来下载都行 这不就可以了 对吧 我们看到呢 就是在深空领域的国际合作 也有一些新的进展 比如说中法最近签署了一份 探阅计划一项书 将参与计划在2023年到2024年 实施的嫦娥六号的探阅计划 所以我们还是有一些 这个国际的合作 正在进行当中 有有有 我跟你讲 嫦娥四号有 嫦娥五号也有 跟俄罗斯也是有合作的 从火星 从月球都有合作 我们跟欧洲的合作比较好 大家好 这里是杨兰访谈录 竹风者系列 三千年传承的凤箱 本栏目由红西凤酒 中国红红西凤冠名赞助播出 您对匠心精神 这个理念又有什么样的一个理解呢 我们看到的是精密的仪器 离我们这个地球 几十万公里以外 甚至要多少光年以外的 这样的探索的目标 但是中间的精细程度 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在您刚刚开始从事探月工程的这种研究和制造的过程的时候 那个时候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精密度有多困难 我做月球的时候 人家苏联1957年就去发了人造卫星 58年苏联美国探测月球 60年苏联美国去火星 61年加加林上天 69年阿姆斯特朗登上月球 以后越来越远 而且越来越复杂 我当时还在搞地质五几年 我们是还在地球上爬来爬去 当时我感觉到 他们既然进入空间时代 我们中国也一定会朝这个路上走 这是人类共同发展的科技发展的道路 我们中国也必定会的 我坚信 但是我怎么入手啊 老天爷 但是我突然想到一朝 天上会掉下东西来 我就研究陨石 因为陨石是小行星的碎块 有时候也有火星的碎块 也有月亮的碎块 我用的办法是学地质的人的办法 我们叫矿物学 研石学 用仪器测它的身份 和星辰大海打交道啊 仰望星空已经是这几十年的您的一种生活方式了 您自己的生活您怎么来评价 我也很想知道您从事了这样的研究 对于您的家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他们能够经常见着您吗 我自己从做了这个工作以后 我总感到太渺小了 地球也太渺小了 太阳系也照样是太渺小了 所以在这样浩瀚的空间里面 不要去追求这个计较那个没意思 这一点真的给我很大的宽慰 使我自己感觉到 我的心境假如放在这个空间里头 这些东西都糟糕透了 没必要 我真的受到了一些这些影响 自己好好干活 我在家呢 早晨五点半起来 一直干 干到吃早饭 那我就要上班 中午叫个外卖买一点 一边吃一边干活 我从来没睡过午觉 另外晚上回去下了班以后 晚上干到十点多 我才去睡 我总感觉到我尽了力了 我感觉到自己得到很大的安慰 也得到了鼓励 那我很想知道 这可能很多年轻人也想知道 您这辈子做过什么浪漫的事情啊 我每一点也不浪漫 而且人家都看到简直是个书呆子 但是呢 您恋爱的时候 追求您夫人的时候 也没有做过浪漫的事吗 是这样的 我们是这个青梅竹马 从小就认识 后来五八年我们才结婚 才有了孩子 是这样的 那您现在看到 他也满头滑发了 您觉得你们两个人在一起 现在可以做些什么样浪漫的事情 现在也没有什么 他支持我 你好好干去 别老在家里晃 赶紧出去上班去 是吧 我觉得都很好 我觉得都过得很愉快 最让您感到温暖的时候 是一个什么样的 是一些什么样的时候 想做核试验 他不知道 我不允许给他讲 但是我自己干了一件傻事 我从新疆回来带了很多葡萄干 一回家 我的小孩不认识我 大女儿还认识 爸爸回来了 老二是儿子 不对 那是叔叔回来了 他们两个人就吵 吵到去找他妈 结果他妈妈知道我回来就来看我 我就掏出葡萄干 跟那个两个小孩吃 他说我知道你跑哪去了 泄密了 我都感到很愉快 虽然很艰苦 对吧 因为第一互相信任 第二互相支持 都理解 我对家庭几乎没有做出付出 每天都忙于自己的事情 一直到今天 你这老头还歇不下来 真的 但我也感到很愉快 因为我还能做一些事情 自己就感到特别充实 但我总感觉到 他能理解一切就好 你看我们说到月亮 我们说到宇宙 动辄几亿年 十几亿年 对对 上百亿年 就是我们的这种时间的概念 是极其浩大的 但是我们人的一生和其短暂 就这几十年 所以您对时间是怎么来看待时间的 我从事这些工作 有个特殊的感觉 我们人类是很渺小的 我们的地球也是渺小的 但是我们又是很伟大的 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你的来龙去漫 别人都不知道 是不是人类才知道 您有读过苏东坡的前后赤壁赋吗 他这个里面就讲到 这个人生之虚于 这个长江的这个久远 但是他最后 他也得到了一种积极的 一种情感 就是说我和长江 其实都是无限的 对 我觉得其实可能 当我们仰望星空 看到这个宇宙 特别是像您终身在研究天体 研究这个宇宙的人 也有一种 刹那是永恒的一种感觉 所以给自己也很大的激励 也是一种鼓励 所以不断地要探求 又是一个永无止境的事情 谢谢您 欧阳院士 谢谢 您的故事对我很有启发 谢谢 欧阳院士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访问 谢谢 谢谢您 多保重 多保重 我送您在这边 谢谢 讲好几个小时 您不觉得疲劳吗 我一般做科普 讲两个小时 都没有问题 一直一口气讲下来 而且这头脑特别地清晰 我觉得这也是 这个常年的这种 科研的工作 对 使得这头脑 一直非常的活跃 因为我想这些问题 想那些问题 对 所以想来想去 不停息地 不停息地 我也没办 自己都控制不住 一万年 太久 一万年太久 只争朝夕 现在有这么多年轻的学生 还是挺好的 能帮您做很多项目 不停息地是主力的 太好了 您自己一定多保重 谢谢 别太劳累了 谢谢了 谢谢 讨托您了 谢谢 再见 再见 欧阳院士 今天采访欧阳院士 深深地被他身上 所带有的那种 对科学的激情所感动 同时他身上 也代表着 科学家的一种 匠心的精神 这会儿我们节目的 合作伙伴所倡导的 传承奉香 匠心之作 也可以说是不谋而合吧